手機設備版塊 今天繼續向好 其實主要是幾隻 優泰和高位電子 另外其實有一個setter 雖然都可以 特別在今天來說 好像有些錢又流回回去 可以留意一下的是什麼呢? 就是一些網上醫療的版塊 很快都會繼續向大家看 網上網接 優泰科技 上個星期也說過 有機會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也挺強勢 除非它真的對待 比較深一點 才要考慮是否要離開 今天來說繼續彈回3.5% 短期 其實今天為什麼 整體收機設備股 會彈上去呢? 其實有一個主要原因 主要就是炒 這個新iPhone 其實有機會推出 還有衝景筋 說出貨量 其實都應該不錯的 也有些分析員出來說說 所以令到整體 手機設備股的版塊 相對上 今天都挺大的動力 是流了進去 但要留意一下 其實在高位方面 是有相對上的壓力的 如果未買的話 中強線 我覺得如果真的回調 深一點 其實仍然可以去留意的 是其中一個 特色 特別是你看一些研究機構 都出來說過 其實它預算 今年手機出貨量 其實應該按年 可以去回雙倍數字 去回12%左右 因為你去年對比 去年 其實它大概跌 全年跌 7% 如果你對比 其實今年有一個比較大的 是可以去留意的 如果真是首選的話 你穩陣 我仍然是 簡直是信用光學的 如果大家可以等下 看看它能否追到 有機會回到一點 可能也未必那麼深 大家要去看 接著 第二個進取一點的 我覺得可以追到優太科技 是 黑馬方面 其實就是水晶光學 水晶光學 其實它之前公佈的數據之後 開始都有一些行 覺得它有機會 做回股折從股 股價可能有機會 做回一些好一點的動力 因為好像小米一樣 它都用了 它數理玻璃的鏡頭 可以去留意 這隻如果是想找一些黑馬 其實之前一直都 其實是橫行一些範圍 其實也不是特別 很有一個 很強的動力 還有其實之前亦都是 你那個升學 各方面的業務 仍然都是比較重 但是有一個 古籍從股在這裡 在近期來說 這個可以做一個黑馬 有一個